查理GPC出現的還是挺讓人震驚的 可能會顛覆我們以往的一些職業 很多互聯網的一些需求就會被壓縮 哪些比較容易被取代呢? 就要簡單易重複的 這些工作,客服的翻譯已經被取代了不少了 做財務發表風險蠻大的 Office 305 裡面其實已經把查理GPC 它已經嵌到了Word裡面,PPT裡面,嵌到Excel裡面 人工設置是可以把它做掉的 律師事務所裡面查以前的案例 也有一部分是專門做這個事情的 查理GPC通過對話的方式,案例全部收過來 讓你能夠找到更準確的內容 畫畫師、程序員變成 有一部分的人會被取代的 前端設計相對是無塊化的 現在有查理GPC和Mijoni結合的這種做法 用戶給你一個草圖 可能幾分鐘就出來了 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現象 查理GPC把做查理GPC的這些人把它幹掉了 國的一些大學 自然語言處理方面的 然後計算機視覺方面的 還有語言識別方面的教值,它就不增加了 查理GPC出來以後,剩下的東西 都是一些非常非常藍的硬骨頭要啃的 不需要那麼多的教值去做 這些崗位就被剪掉了 查理GPC能夠起來 它的標數據的話都是billion級的 就10億級以上的 能夠失業的地方需要這個數據量足夠多 這個行業的話其實它本身就沒有大數據 量度的時候是比較安全的 比如說像銀行、氣象部門、醫療、生物 這個數據特集到隱私嘛 它是不會公開的 你就沒有辦法把這個模型上去 我們這個AI就擠不進來 人工智能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 開一個瓶蓋還是一個很難的問題 跟實體相關的 比如說駕駛員 我們這個護工 可能在未來12年內 我覺得都很難被取代掉 我們叫不入府學焉得福子 可能人工智能這個方向還是最好的 現在講的一個新名字叫AI for Science 每個行業你都肯定需要一個 做人工智能方向的人 就有一個非常大的缺口 來到AI的話 這個門檻沒有那麼的高 它不像以前 需要了解特別深的人工智能知識 它需要的比較強的一個能力是 英文水平、數學基礎變成能力 像我們復旦的話 也有中文系的學生 他轉到我們做自然語言處理 做得也還挺好的 現在做研究 大部分情況都是模塊化 一些模型 就像基木一樣在搭 把這個代碼拉下來 自己跑一跑就夠了 一派是樂觀派 他覺得就是說 其實我們這個差距不大 據說GPT5都已經訓練完了 就兩到三個月時間 就能追上 還是這個悲觀派 一年到一年半追上 困難就是說 我們在算力上面 承擔一個瓶頸 它的GPT 有1萬塊 A100的GPU顯卡 在上面支撐的 2022年12月份左右的時候 美國的話對國內禁售了 A100以上的性能卡 會帶了一些不利的影響 從小到大 我可能比較喜歡看科幻小說 我接觸這個人工智能化 其實應該說是從97年開始的 它有興盛期 也有摔牌期 80年代 它是第一股氣勢 只要提自己是做人工智能的 是拿不到項目的 從2012年開始 其實它是一個騰飛階段 到2022年都在往下走了 深度學習這塊 很多這個公司 可能已經開始在做一些裁員了 但是突然一下 2023年3月 然後就插著皮膚一下出來了 又把大家拉回來了 你從這個整個歷史階段來看的話 人類對這個智能的理解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它的樂趣就在於探索未知 你在未知裡面 你可以找到一點點的進步就夠了